大家好,我是程老师,今天我们来聊聊汉语里的一些颜色词。 红除了表示红色外,还表示受欢迎和成功。 比如,一个明星很受大家的欢迎,我们可以说他是当红明星。 黄除了表示黄色外,还表示失败。 比如,我们用很长时间准备一件事情,但是没有做成,我们可以说事情黄了。 绿除了表示绿色外,还表示被出轨。 比如,一个男人看到他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在一起,我们可以说他被绿了,他老婆给他戴了绿帽子。 白除了表示白色外,还可以表示没有用。 比如,你的老板让你做一件事,你好不容易做完了,他却说不需要了,我可以说我白干了。 黑除了表示黑色外,还可以表示秘密的,非法的。 比如,一个人总做非法的事,我们可以说他是黑社会的。 好了,你学会了吗?我们下次见,拜拜。